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欢迎收听城市搜查线 听众好朋友 我是佩玄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了 优质建筑的领先指标 惠宇建设林伟宏 林副理到我们节目中来 副理您好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惠宇建设林伟宏 我们知道说惠宇建设 其实是非常多购物者的 圆梦清单之一 尤其在台中竹北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建筑 都是算是我们业界的领先 优秀的品牌 是不是请傅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惠宇建设 为什么它对于建筑的用心 让大家这么肯定 是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分享我们惠宇建设 那我们惠宇建设呢 其实是一间产销一贯化的建设公司 什么是产销一贯化呢 就是说我们从最早的一个土地开发开始 一路到我们的施工营造 到我们的销售企划 包含我们的一个售后的客服 跟包含客便的服务等等 都是由我们建设公司 一路帮所有的住户做一个把关 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惠宇真的是从上到下 从每一个细节的部分都很讲究 其实我还有听过惠宇建设 它对于这个复宴的部分 就是好像很特别 你们在这厌屋的部分 给消费者的服务 是豪华等级的 我们在厌屋的整个过程中 是这样子 我们从房子预售的结构中 中间可能房子盖到一半 我们就会邀请一够的住户 来参观您的住家 目前的一个现状 可能它没有完全好 但是隔间空间 跟你的视野采光 你都会看得到 在一路到了交屋的时候 我们陪同的人员会非常的多 会有我们的积电人员 落电人员 包含我们的储具厂商 还有我们工程人员 都会陪您从头到尾 再寻过一次房子 哇真的是豪华等级的 这么多人一起来陪我们看屋宴屋 非常了不起 而且住户如果有任何问题 马上问就马上有人回答了 没错 真的是 然后而且听说还有二次赴宴 是我们二次赴宴这个更为贴心 在交屋给您之后 那势必住户一定会再经过一个装潢的工程 那装潢结束之后呢 我们两年内会有一次的叫做二次宴屋的服务 我们会有一组的同仁 在帮您到您住家里头再检查一次 可能在配电上 回路上 给水上有没有特别的问题产生 帮您再做一次更好的把关 是哇对于品质的部分 要求到这样子 这点滴不漏哦 真的让人家非常感动 我们现在如果说自助啦或者是购置想要自产的这种消费者的一些建议 有什么地段是比较适合的 以现在台中来讲 应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是北屯好事多的重化区 对 集结特区 因为这个重化区发展速度非常的快 它只有这三年的时间 三年前一片都没有 现在是几乎该有的都有 所以反而是现在居住在这个区域其实是很适合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它已经避开很多的施工期了 哦 你现在 那个阵痛期已经过了 阵痛期灰尘已经过了 没有噪音没有污染了 那所有的店面也都挂招上市了 所以你现在购入呢 两年后交屋给您 其实直接享有现成的所有的便利 讲到这个我一定要提一下我们的惠宇最近推的一个新案 其实就是惠宇一清庭就在这附近 没错 您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新案它的特色 我们这个特色规划的非常均值只有三到四房 纯住家没有店面 公司把店面新生起来 就是为了让住户有一个更好的品质 那惠宇一清庭呢 它有一个亲自 就是希望让住户可以住得非常的清闲跟亲近 因为呢 它仅邻五街跟六街一个静向的街道 哦 虽然是非常便利的交通 虽然有很繁荣的这个市区店面 但是不是马上在我们楼下 是有一点点距离的距离 最美的距离 您的住家不会被这些店家或是车水马龙给干扰 影响你的生活起居 但是我们只要走路可能一两分钟就可以到Costco 或是一两分钟就到我们的公园跟绿带 所以这样生活的一个时间性是最为舒适的 是所以我知道说惠宇的房子它在设计的时候 对于公共空间 其实像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禅风啦 或者是有一些 呃 我们所谓的这种绿 绿美化的这种美学 它其实也是非常多 我们同业在仿效的 这个部分在一清亭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公司就是会希望说在一个公社的一个多元性上 都会因应土地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适当级规划设计 那基本的几个元素一定不会 会我们是会一直坚持着就是阳光空气水 所以在一块土地上我们会做大量的退缩 让光线采光可以洒落之外 有够多的土地才有办法种植大树跟水井 那让我们租回到家里就可以第一时间清净自然 哦 所以就叫做一清亭 可以清净自然 又可以有享受一个非常美好的庭园的感觉 那最后呢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是不是请复理也跟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 来总结您对于惠宇的感受 好的 惠宇给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 我们不会是最华丽的 但是却是会给客户一个最温馨的一个质感 那不会是最奢华的 却是会是最很久耐住的 其实也不是最昂贵的 但是呢 却是最好住的 是 非常感谢我们会与建设的林伟宏林副理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这么好的资讯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城市扫插线 咱们就下回见咯 谢谢 谢谢福利 谢谢佩萱 谢谢听众 拜拜 下回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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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